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于1月6日在内地正式公映 截至1月13日 该片在内地的总票房正式突破5000万元 成为在内地票房最高的台湾本土电影 近日那些年在北京举办了答谢会 导演九把刀携主演柯震东 陈妍希在当天再度亮相 专程答谢内地观众媒体对那些年的支持与厚爱 近日网络中疯狂转发分享内地版 那些年删浅部分 其中包括柯震东全裸以及部分心爱坑头 对于电影中精彩部分九把刀也表示无奈 老实讲耶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误会一件事情 以为说就是电影里面很多打手枪跟心弹琴的部分被剪掉 我会很在乎跟很介意 但其实我根本就一点都不care这些部分 我唯一在乎的是 我觉得电影有九秒钟 很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 但它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比较 对比较有影响 回忆当初为何选择柯震东扮演柯景藤 陈妍希饰演当年追求的女生沈嘉宜 九把刀直言不讳 陈妍希就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至于柯震东则校园 是因为她及落智低能等于一身 是权势男主角的最佳人选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 就是为什么就是会选陈妍希演沈嘉宜 我每次都觉得说 只要你把镜头稍微带一下陈妍希 就知道为什么她可以演沈嘉宜 她就很迷远很漂亮 然后我看到她讲话到现在都还是会紧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质是 就是我喜欢的女孩子的特质 我希望可以用镜头捕捉下来 就是我最喜欢的女孩子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 能够这么样子的出色 那柯震东她那种弱智低能白痴智当的感觉 完全表现得非常的好 很难再找到一个人可以像柯震东这样子 可以诠释白个低能耳诠释了这么样子的一个精彩 她完全是浑然天成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是九把刀在线年轻时对喜欢女生的表白 时隔多年当年的沈嘉宜今月已成幸福人机 问到是否因为电影因为自身对爱的回应 而对对方的婚姻造成影响 小把刀确信对方的结婚对象 一定是一位深爱她的男士 因此不会有任何影响 沈嘉宜她肯定是选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嫁的 因为你看我这么出色 我这么聪明然后又这么厉害 但是沈嘉宜没有选我 肯定是她选了一个比我更好的人 所以就是她一定会对沈嘉宜非常非常的好 她其实婚姻很幸福我知道 她老公跟你有联系吗 但是没有 没有没有联系 我记得我不认识 对